阮之兄 要不这个主席你来当 当蒋介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周围所有的特务都呆了一下 委员长这是要把位置让给毛主席 可是毛主席却笑着回了一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这下周围的特务们就更摸不着头脑了 毛主席这次来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怎么现在倒不愿意了呢 没错 毛主席这次来确实是为了这件事 但是对于蒋介石说的话 毛主席却是一个字都不信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全中国人都在等待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和平统一 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 和平统一就意味着斗争 他蒋介石想要绝对的权利 可是他也知道 我党不会轻易的让他的阴谋得逞的 随着国内的局势越来越严峻 当时国民党的吴鼎昌 给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邀请毛主席到重庆来进行谈判 按照现在的局势来说 毛主席肯定是不会来的 这也正是国民党想要看到的场面 只要毛主席不来 国民党就能大张旗鼓的对我党进行攻击 说我党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这样一来 所有的主动权就会握在他们的手中 蒋介石当时听到这个主意的时候 眼前一亮 此刻在他的眼中 吴鼎昌简直就是诸葛亮在世 于是根本没有考虑其他的情况 比如我们真的来参加会议怎么办 吴鼎昌前脚刚走 后脚蒋介石就发了电报 紧接着这件事就被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当时报纸上用斗大字 写着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重庆的事情 对于蒋介石的这份邀请 我们也是谨慎的在考虑 当时国民党的大美营就是重庆 这个时候蒋介石邀请我们去重庆进行谈判 很明显是没有安什么好心 这说不定就是一场鸿门宴 可是就在我们还在考虑的时候 蒋介石仅仅隔了一个星期 就再次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然后报纸上出现了熟悉的标题 蒋介石再次致电毛主席 或许是蒋介石以为我们真的不会来重庆 所以蒋介石仅仅在三天之后 又一次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而报纸上也再次出现了蒋介石三电延安的标题 而对于当时我们党内 也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的 可以说在蒋介石第三次致电之后 整个延安除了毛主席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蒋介石没安好心 可是毛主席却表示 自己无论如何要到重庆看一看 首先如果蒋介石没有安好心 那么自己一直不去 就等于是落入了蒋介石的圈套中 对于全国统一极为不利 另外毛主席其实也希望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尽快的让全国统一 所以无论蒋介石安的是什么心 对于毛主席来说 这一趟自己都是必须要去的 于是在蒋介石连续三次的催促之后 我们终于对于这份邀请进行了公开的回复 表示我们愿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到了这个时候 不仅仅是蒋介石 几乎是整个国民党的党内都觉得我们是开玩笑 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了 甚至于为了作戏 他们还派人到延安来 说是要陪同毛主席到重庆 和蒋介石那边不同 我们在发出公告的时候 就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了起来 首先是毛主席等人的安全问题 当时我们已经察觉到了 蒋介石在华北等地区的兵力调动 但是就像毛主席曾经说的一样 如果蒋介石敢动手 我们就打 前面打得越好 毛主席就越安全 至于毛主席身边的警卫 也是由当时的一龙二虎负责 不过最头疼的人 并不是这些负责毛主席安全的工作人员 而是负责毛主席生活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的结节是出了名的 当时延安的风气也是这样的 可这一次失去重庆 是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交涉 所以穿着方面一点都不能含糊 可是找遍了整个衣柜 都没有找到一件不戴补丁的衣服 所以当时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紧急地 赶制了一件新衣服给毛主席 至于这件新衣服 毛主席并没有推辞 他也知道这次谈判的重要性 于是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在8月28号 毛主席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机场 坐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 你来南京吧 周围马将来国大召开 是总统你来当 蒋介石竟然要把总统的位置 让给毛主席 这家伙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对于毛主席来说 这一切都在预料中 简简单单的一句 看似玩笑一般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挡下了蒋介石的招数 然而在重庆谈判中 蒋介石给毛主席设置的难题 可不只是一个 当时毛主席搭乘飞机 从延安到重庆的时候 全中国都震惊了 当时只要知道一点实事的 都能看出来 蒋介石这是一点好心都没有安的 而毛主席 赶到这个时候到重庆 真的就像是刘亚子说的一样 迷天大涌 同样对这件事感到震惊的 还有国民党的记者童馨 作为一名中央日报的记者 童馨对于毛主席一直都有偏见 毕竟 在他所能接触到的 关于毛主席的信息中 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情报 所以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毛主席是不可能来到重庆的 所以在毛主席到重庆机场 走下飞机 准备离开的时候 童馨截住了毛主席的去路 他直接了当地去问毛主席 就不担心这是红门宴吗 不得不说 虽然童馨的报道 对于我们来说 一直都有很大的偏见 但是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 童馨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水平的 最起码问出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 毛主席也是幽默地表示 童馨这么问 可是在贬低蒋介石的一片美意 并且毛主席表示 面对四万万同胞 蒋介石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不得不说 毛主席的回答滴水不漏 前半句是在给蒋介石面子 表示自己相信蒋介石的人品 而到了后半句 毛主席话锋一转 直接警告蒋介石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呢 不要想耍什么花招 剪剪几句话就将童馨镇住了 此刻的童馨有些疑惑 这个毛主席 真的是自己曾经那些报道中的毛主席吗 不过这个时候 童馨在想什么并不重要 所有人都在看着 毛主席和蒋介石之间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次的重庆谈判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全国和平统一 这一切只要到第二天就知道了 在毛主席到达重庆当天 蒋介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可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却藏不住暗地里的杀机涌动 在欢迎会上 有人甚至提出我党的军队没有参加抗战 却要收缴战利品这样的荒谬言论 但是面对这样的言论 毛主席却反过来 问了这个国民党人的一个问题 当时的日军投降的时候 是不是要向最近的部队投降 对于这种问题 那个国民党直接一口就承认了 而此时毛主席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既然他们一直说我党的部队都在大后方待着 没有到前线去拼杀 那么怎么会在日军的附近呢 听完这个问题 那个国民党脸胀的通红 可是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根本想不到任何可以反驳毛主席的理由 而这样的事情 在这次的宴会上一点都不少 不过问题虽多 可是却都被毛主席一一化解了 这一页虽然有些波折 但是总体还是很平稳的 第二天一早 毛主席到小花园里面散步 正好遇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十分友好的和毛主席打了照顾 两人之间也就这么攀谈了起来 谈话间 蒋介石表示自己当这个大总统太累了 要不然等这次的会议之后 这个总统的位置就交给毛主席来做吧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其实只是在维持自己的表面功夫 因为就后来发现了蒋介石的日记中 人们发现在8月28日的时候 蒋介石在日记中 记下了毛主席来重庆的事情 可是在日记中 蒋介石却用了应照回来这样的话 这几个字很清楚地表明 蒋介石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心态 而蒋介石之所以跟毛主席说这样的话 一方面是在假装自己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 则是在隐隐地暗示让毛主席 成为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想要就这样压毛主席一头 所以说这个的时候 毛主席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不合适 而对于蒋介石这样的话 毛主席只是笑了笑 幽默地回复了他说 己所不欲 务实于人 蒋介石你觉得累 不能就甩给我呀 毛主席用这样一个看似玩笑的话 直接堵死了蒋介石的话 不过即使是这种表面看似和善的交流 也仅仅持续到了这一天早上而已 因为重庆谈判就在这一天开始的 你来南京吧 周围马将来国大召开 是总统你来当 蒋介石说 要把总统的位置让给毛主席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的国民党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的心 马上就再次提了起来 在重庆谈判刚开始的时候 毛主席等人 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比如释放爱国的政治犯 比如防止内战 比如取消特务机关等等 可是面对我们的方案 国民党那边的代表却满头大汗 一句话都不说 原因很简单 他们之前根本就想不到毛主席 会真的到重庆来 而当毛主席到了重庆之后 他们再制定所谓的方案 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他们在这次会议上 没有任何要商议的东西 你们总有个草案吧 你们是贵客 自然应当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 我感谢江委员帐的良苦用心 我还以为你们根本没来得及准备ABC呢 可是这毕竟是国民党 虽然没啥干正事的本事 但是胡搅蛮缠的本事还是有的 为了不那么尴尬 他们做出一件更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从我们的方案中找毛病 一会说这个方案不行 一会说那个条例有问题 可是你要说上他们来修改 他们又是大眼瞪小眼的 一个个闭口不言的 不过国民党的方态不行 并不代表毛主席会在这里和国民党一起浪费时间 在重庆的时候 毛主席利用自己的时间 积极地接触各个党派的人士 在和这些党派的交流中 毛主席展现了自己非凡的魅力 审查有不少民主人士 在听完了毛主席的主张之后 都只能感叹一声 这个天下非毛主席莫属 就连当时毛主席的头号黑粉 童心也对毛主席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当时童心在机场和毛主席有一面之缘之后 一直对毛主席很好奇 所以一直想要见毛主席一面 和毛主席当面聊聊 不过对于这个事情 童心并没有抱有希望 之前他写过不少抹黑毛主席的文章 如果这个事情放在国民党的身上 不要说见他了 不枪毙他就算是好的了 可是毛主席不仅答应了见童心 而且还回答了童心的很多问题 经过这次的谈话 童心彻底被毛主席的魅力征服了 可是随着在重庆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双方的谈判进度却进展的极为缓慢 最终我们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沿岸 面对这个要求 就连蒋介石也是不好意思在说什么 毕竟是他要来谈判的 我们来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可是他们却没有任何准备 那么现在毛主席要走 他自然是没有任何的理由阻拦 当毛主席离开之后 经过了40多天的谈判 终于达成了所谓的双十协定 人们以为和平会这样来到 可是不久之后 国民党却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发动了战争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赢得天下呢